受到强症的影响 花莲复里的台铁东里站 月台水泥雨棚应声崩塌 压到了站内的自强号列车 还有车厢因此倾斜 上午针对了地震灾后的抢修 除了有运安会介入调查 交通部长王国才也到场 巡视台铁的修复状况 目前台铁表示 初步会先拆掉崩塌的月台水泥雨棚 再移除倾斜列车跟修复变形的铁轨 预计在25号之前会处理完 挫取轨道 冲回918台东强震后的 花莲复里台铁东里站 部分列车依旧倾斜在轨道上 周一上午运安会和台铁副局长 一起勘察东里站状况 原先预定上午要先拆除月台水泥雨棚 却又再度碰上余震来袭 确认余震结束 台铁人员才有冒险抢修 只是想让台铁花莲到台东段 回复运行没想象中容易 因为受到前证和余震影响 光是铁路就有11处轨道 有严重挫区隆起 预计最快25号前才能处理完 另外针对万荣和玉里 以及东里等三座桥梁 除了修复受损部分 还有严重位移状况 得花长时间鉴定 才能恢复同车 11处轨道 这个比较容易 就轨道的处理 但是三座桥梁 有牵涉到安全的课题 所以要经过鉴定 那他们现在初步估计 要一个月以上的时间 是一个结果的加强 还是需要怎么样 更强化的一个处理 到中午以后就知道 918抢震不仅造成东里车站 21年来最严重的灾损 针对倾斜列车 要掉怪移除也得花时间 想全面回复通车 恐怕还要一段时间 记者这么多